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想拍一條化妝聊天影片 就是化我現在臉上的妝容 用的產品全部都是開架產品 有些是最近新買覺得很新奇有趣的 或者一些我之前用過都覺得很好用 很值得推介的 全部都單價不過150元 就可以買得到 就可以化到我現在臉上的 做一個一點都不廉價的 看上去都是一樣有質感的妝容 如果你有興趣和跟我聊聊天 想知道我接下來有什麼新項目 構思、籌備的一件事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鏡頭一轉我又用我的素顏去嚇大家 第一個步驟是用了化妝水 然後做一點清潔 抹好之後就用一個保濕面膜 這個就是我在Cosme Store新買的秋葵面膜 是不是很有趣 它的樣子有點像再造紙 上面有一點點的 這款面膜敷五分鐘就夠了 它的質感真的好像秋葵 有一種散散的感覺 在敷面膜的同時 我打算先塗一下潤唇膏 最近入手了就是萬獸雷敦的MELT CREAM 其實兩個都一樣的 只不過味道 一個是珍珠奶茶味 一個是薄荷朱古力味 用哪個好呢? 我覺得冬天好像薄荷朱古力感覺 比較甜 包裝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一罐風格 打開看看裡面 是深啡色的 超級香的朱古力味 其實這個系列的潤唇膏 我自己是最喜歡用的 很滑 一碰唇唇就會有種化開了的感覺 它那種薄荷不是聞起來的味道 是有一點點涼涼的 這個很棒 很潤 而且我很喜歡它 敷完面膜有沒有覺得整個臉 有光澤了 飽滿了的感覺 那現在呢 就會加一點點的CREAM 就不要加太多了 因為面膜已經有一定的保濕度 潤度 那我薄薄塗一層 用來鎖水就夠了 然後就塗防曬了 今天這條化妝聊天影片 就是想跟大家宣布一個 接下來新的構思 有一個新的project 令到接下來這一年 我又可以再勤力一點 之後再放了一些心機 在一些化妝品 護膚品的review上面 然後就想大家給我一點點意見 看看有什麼方向 大家知不支持等等 遮瑕膏我沒有買到一些新的開架 所以呢 我也是用回自己的遮瑕膏 粉底我最近入手了 就是Media這個粉霜 我的色號就是OCE1 它的防曬係數比較低 所以一定要先塗防曬 打開裡面細細的一盒粉 就是這樣 完全是無遮無染的狀態 質地方面是一個比較稠的cream狀 而展性呢 這樣看也不錯 今天我會拍這個開架的化妝聊天 就因為有followers跟我說 就想我拍一些學生都負擔得到的化妝品 就想我走cosme store一個圈 看看有什麼是適合學生用 那我自己就特地去走一個圈 看看有什麼我覺得有興趣 然後可能更新奇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 一樣都是用一個beauty blender 慢慢地印開它 嗯 它不是那些很光澤型的 讓大家看看手背 它乾了之後 是不太大光澤感的 而臉上了一層粉底 其實是有少少妝感的 它不是那些第二層皮膚 很自然很薄的那款 始終它是粉霜質地 這個效果也是一個意料之中的事 讓大家近地看看它的效果 遮瑕度屬於中間的 一些紅印或者均勻皮膚都做得到 但是一些比較深色的包包 大約遮瑕到七成左右 我感覺到這個天氣 其實不是很洗定妝也可以 但是戴口罩 還有我下了遮瑕膏 都不斷用一個墨粉定妝 這個就是Excel他們的碎粉餅 非常方便 裡面有一個pock 我自己都很喜歡戴這個粉餅 我經常外出補妝 雖然我不是經常都補妝的 滑眉方面我買了一個很有趣的產品 它是一個三叉型 應該是Liquid來的 我不知道怎樣用 它是有少少肥嘟嘟一支 然後頭就是這樣很幼的三叉型 滑在手上很容易出色 是液體狀的 有點緊張 我沒試過用這一類型的產品 好害怕啊 它很容易出色 然後呢 怎樣怎樣 顏色很啡 我不敢說話 深呼吸 忍著膽氣 我又畫到了 這個要學習一下才能用到 手殘人士 真的不要亂試 我不是畫高了眉 戳起了 我怎麼辦 我這邊可不可以畫 對稱 有點秀麗的感覺 現在的眉 鼻影和陰影方面 我在cosme store 找不到新奇有趣 或者有興趣想試的東西 就用HEMI的三色盤 我覺得都很好用 而且很便宜 都是幾十元 不用一百元 都是一個開架的牌子 髮線這一邊呢 我都會去掃一下 就會有一個很自然的 縮進去的感覺 雖然縮完之後呢 我還是很包的 嘻嘻 眼妝方面呢 就是打算用HEMI的 Liquid Eyeshadow 還有這一盒眼影 就是在Gmarket那裡買的 都是一些開架品牌 來的 首先就用Liquid Eyeshadow 去打底 就可以 令到之後的眼影粉 那些更加貼 還有呢 可以先打亮眼皮 然後主要呢 就用兩隻顏色 對啦 那我就打算說一下 我心目中構思的項目了 話說大家如果有看我的Instagram 都知道我平時分享的是 一些比較生活化的照片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很想 出多些review給大家看 即是一些可能影片那裡 未必提及到 或者一些收到的產品 大家都很想知道用後感 有時候真的分享不了那麼多 始終Youtube是一個星期兩條片 有時候的題目未必適合 或者一些產品又抽不來 一齊沒有理由很分散 這條片說一兩樣 然後那條片又說一兩樣 那我就一直都很想在Instagram 跟大家文字上 或者少少的影片仔去分享 但是呢 我自己本身的Instagram 又太過生活化了 令到我想在那裡分享的動力 減少了 唉 這件事是今年整年都很困擾我 然後很孤孤的一件事 所以來近這一年 我就想做一個新的IG帳 就是專門做一個 product review 是化妝品 護膚品 那我本身的Instagram 都會繼續用回現在的速度 去更新一些生活照片 一些美照片 這樣 分開兩條線 那就應該清晰一點 還有 Determined一點 對 大家覺得來到這裡 有什麼看法 你可以現在按停它 留言告訴我 其實這個IG帳號 我就偷偷地已經開了 就叫做Dottie Heidi Review 就是一個由我本身 Dottie Heidi這個帳號 延伸成為一個指線 雖然現在這一刻 就沒有任何的post 但是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follow定 我是落實會去做這件事的 除非大家反對意見太多 我的目標就是 逢星期三星期五出post 然後星期一就會做一些小投票 或者一些小問答環節 令到我可以更加知道大家的口味 然後可以出post的時候 就更加符合大家想知道些什麼 有了這個IG帳號 我就可以再介紹多些不同的product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收到試用品 或者我買了些什麼 我只是在我本身的Instagram 那裡出過story 大家可能見完都很有趣 但是等了我很久 原來我都還未出到review 或者在影片中 不了了之沒有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浪費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更加多 我就決定自己勤力點 努力點 我現在就籌備一些不同的版圖 希望是一個比較統一去做review的帳號 接著來到睫毛膏的部分 我又買了一個新奇有趣的新產品來試試看 包裝就是這樣的 我買了啡色 其實它也有出到黑色的 看上去跟普通睫毛膏好像沒有分別 它扭出來也是一個極普通的大頭啡色蜘蛛 但是呢 先放進去 我免得弄髒 它還有一個位置就是上面 可以再扭出來 就一個比較幼頭的睫毛膏了 所以它很方便的 你可以正常塗完睫毛膏 再用一個細頭去補一些微細的位置 還有用一個細頭去塗下面的眼睫毛 都會比較方便 沒有那麼容易去沾到眼皮的 不過說多無謂試用就最實際了 我現在呢 就試一下用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方便 有沒有那種效果出來的 因為暫時還沒落實出來的時候 都不知道效果是否跟想像中一模一樣 但是我很努力地去做這件事 還有呢 都在研究中 可能大家想看一些比較整個系列的東西 還是可能我逐樣逐樣的產品 跟回現在的季節 大家最近的喜好 一些什麼新興的產品 去這樣推出來 始終一個禮拜 兩個貼文在那裡 再加上我youtube的話 應該是夠資訊的 我整個package 大家應該會多些不同範疇的看 看看吧 如果大家問我加了這個新的項目 我會不會更加大壓力 或者是更加辛苦 答案一定會的 因為始終都是多了東西要做 可能要構思 要排版 又要寫稿 但是我覺得 是一樣很值得去做的事 因為我實在有太多的東西 然後平時可以分享的時間又太少 那不如多個渠道 大家可以多些互動 你們又會看得開心 而我的分享 我很喜歡大家給我的feedback 都是覺得我真心 真實的東西 令到你們買的時候 會更加安心 或者有更多的idea 這件事對我來說 是很有動力 去繼續構思這個新的project 所以希望大家 都可以支持一下我 腌脂方面 我這次都繼續用HEMI的11號色 我最近買了一個不是開架品牌 但是 是絕對開架價錢買到的 這一款 它是TOOFACE的鑽石光影粉 這一款我在銅鑼灣的DUTY FREE買 它最近 都不是最近的了 它每幾個月都會換一批產品 是做兩折或者半價 所以我用了140元 就買到這個貨妝size 原價差不多300元的highlighter 回來 而且是很漂亮 給大家看看 好像真的拿一隻戒指出來 一個寶石盒的感覺 你一掃上去 你有沒有看到 超漂亮 我覺得84元簡直是 撿到寶 可能現在 或者買完都不定 但是大家定時去DUTY FREE看看 它有很多不同 然後很便宜很便宜的 半價 兩折的產品 真的很值得 而且香水 很多都是200多元 就買到原價 可能是500-600元的香水 超級便宜 唇膏方面 我選了人生買過最便宜的牌子 叫做cheap food 我自己是在日本買的 但是香港的cosme store 都是很便宜 可能40元左右就有一支 它是分開的 唇膏心就單買 然後那個蓋子 就可以自己配喜歡的顏色 這個色號就是212號色 是一個非常好百搭的乾燥玫瑰顏色 它的質地是很滑的 容易上嘴巴的 它不會特別保濕 滋潤 或者可以遮蓋唇紋 但是一點也不會乾 所以如果預算不高的朋友 都可以看看它有很多不同的色號 我現在就搞一搞衣服和頭髮 我回來了 今天就很開心和大家一路化妝一路聊天 聊聊我現在構思中籌備中的一個新project 希望大家到時要支持我 還有示範了臉上現在這個開架妝 其實你看起來一點都不廉價 完全不會知道我用的產品 全部都是低過150元就買得到 所以如果你對這些開架的妝容 開架產品有興趣的話 不妨多點留言告訴我 我多點出去逛街經過的時候 又再密色一下有什麼新的好玩意 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假週三點和星期日假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Biz� pee out D Biz� V